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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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来 听到没有 好 谢谢 大哥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没你的事情 你不要管差不多 不过呢 娘 这件事情 走啦 走啦 不要 阿姨 娘 你一路上念个不停 念完了没有 到底在念什么 因为 早上我去庙里 信誓旦旦地说 我不会去投靠他 这 结果太阳一下山 我就收拾报复 来找人家 这件事情要是被四皇子知道 一定会笑我的 阿姨 不会了 四皇子还是好人 不会笑你的 你放心了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啦 娘 四皇子那些人 你也认识啊 他们都是好人 对不对 娘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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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你推得难看 你们大家都在啊 老板娘 全世界的人都在等你们 来来来 这个包袱给我啊 我帮你拿进去放啊 老板娘 里面啊 都是请李俊爷煮的菜 说是要为你接风 我们赶快进去吃吧 就是啊 老板娘 我里面煮的菜啊 都是依你最爱的重口味去做的 相信哪跟明日客栈是一模一样 你一定会喜欢的 谢谢你们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 娘 我就说吧 大家都很欢迎你的 是你自己想太多了 四皇子 我这么说对不对 阿丽 大家都很欢迎你们 你们呢 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不要见外 是啊 老板娘 之前你也很照顾我们 而且你又是如双姑娘的阿姨 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是啊 阿姨 你就在这里好好住下来 你看大家欢迎你都来不及呢 四皇子 我娘是怕自己太没有气魄了 早上才刚拒绝 晚上就跑来投靠你们 她会不好意思了 小孩子说那么多话做什么 老板娘 不要想太多 别担心 你就把这次当作是我对你的回报吧 是啊 老板娘 我们已经帮你把房间整理好了 对啊 早上我跟秦李帮你们 把客栈的东西都拿过来了 把你们的房间 布置得跟明日客栈一样乱呢 相信阿丽 一定不会找不到东西的 是啊是啊 阿丽 就跟你的房间一样乱呢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啊 谢谢你们 娘 你开心吗 开心 四皇子 谢谢你们 只是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会过来 我总不能告诉朱宇 我认为她一定会走投无路 甚至她吃不了苦 四皇子 你怎么了 有关这个问题 我请华平解释给你听 华平 你告诉她 我啊 是刘国师捕瓜算出来的 对 我刚刚才跟刘国师在一起 我记错了 这件事情 您问秦玲 秦玲就要清楚了 俊也 娘娘娘娘娘娘娘 娘娘 饭菜都快凉了 走走走 我们快去吃饭吧 走走走走 快点快点快点 来来来来 走走走 啊 前辈 既然您早就算出 伯温会有今天的遭遇 而且也只是我 千万不可离开这个山洞 那就表示这个山洞里 一定有重要的事情会发生 等我来解决 但是博现在武功还有法术禁师 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 恐怕我想要阻止也无能为力 还请前辈指示 我应该如何恢复我的功力 我应该如何恢复我的功力 这次见面之后 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 如今博温所学 却不能为我所用 如果前辈能够指点我 能让我的所学为我所用 晚辈自然不会再麻烦前辈 刘博温 你不愧是刘博温 我欣赏你的自信 来 你现在坐好 是 五行之气调阴阳 顾心畅废 鸣甘肠 藏密精卿亦飞阳 三交其境 西往五为阳 多谢前辈提点 前辈 博温依您的指点运功 为何全身觉得心慌气躁 就如同楼以啃食般的痛苦了 刘博温 却在你身上聚集了魔气 灵气跟仙气 而且你又练了心法 已经将这三种气提升到极致 并且互相冲突 若不疏通八个时辰之后 你将血脉爆裂而亡 好 这里面的东西你们都不能吃 只有我才能吃 先生 国师 你不可以这样 有什么事 大家可以商量 一起想办法解决 就是啊 就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我也可以回去求师父 是啊 廖国师 虽然以前在东女国 你总是跟我抢夫婿 可是我还是不希望 你这个英俊的狐狸青魂这么早死 啊 嗨 嗨 嗨嗨 前輩 伯温依应得指点运功 为何全身觉得心慌气躁 就如同蝼蚁可石般的那样痛苦 刘伯温 现在你身上聚集了魔气 灵气与仙气 而且你又练了心法 已经将这三种气提升到极致 并且互相冲突 若不疏通 八个时辰之后 你将血脉爆裂而亡 请问前辈 这该如何化解 前辈 先生 陆爽 你来了 先生 你怎么了 满头都是汗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 没什么 我只是在尝试恢复我的功力 那怎么样 有进展吗 还没有 没关系 不要急 欲速则不打 急的话反而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这我知道 那先生你想吃什么 我帮你准备 好啊 我今天想吃火锅 火锅 当然好啊 我帮你准备 可是要麻烦你 替我准备特殊的食材 老板娘 宋皇子 俊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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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 来 谢谢 阿里 你也有 谢谢 俊也 别客气 来 来 来 老板娘 这里还住得习惯吗 这个房间布置得跟我以前那间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 我们住在这里 就好像还住在明日客栈一样 老板娘 我知道 你是一个重情重义念旧的人 所以我请人 把你跟阿里的东西送过来这里 不过这里毕竟不是你的客栈 我很怕你住不习惯 四皇子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这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麻烦俊也帮我们送过来的 我已经觉得很好了 真的很谢谢你 是老板娘 你不嫌弃 有什么需要 你尽管开口 我一定尽力去做 要是没什么事 我先离开了 四皇子 谢谢你 慢走 郡爷 慢走 来 娘 刚刚四皇子说 你是重情重义又念旧的人 重情重义 竹林是情 刘伯温是义 但是为什么情意不能两绝呢 你说什么 刘伯师要在羊肉火锅里面 放大蒜 艾叶 和鹿茸 嗯 还说要吃螃蟹 为家大脊 黄连 跟白烧 如双姑娘 你有没有听错 树珍 怎么了 刘伯师要吃的这个火锅 太奇怪了 啊 哈哈哈哈 什么奇怪的火锅 我云丹琴里都做得出来 树珍 不是要吃的这些火锅料 有什么问题吗 刘伯师要的火锅料 是寒热两极 这两种食材 别说放在一起 就算是单吃一种 也是很伤身体的 哎呀 树珍 寒热调和就好了 琳琳 我了解树珍的意思 把大寒跟大热的食物 同时吃进肚子里 对身体会产生很大的冲突 一般 内力高强的人 恐怕都会承受不了 何况是国师 他现在完全没有内力 又被东勇打伤了 所以要国师吃这种火锅 等于是要了他的命 我绝对没有胡说 这道火锅对了国师来说 真的很危险 而且魔器已经堵塞了 国师的起经八脉 国师的真缘根本无法运行 他现在根本不能施展 他的武功跟法术 先生精通医术 他应该知道这火锅料 是极寒跟极热 会互相抵触的食物 那他为什么要点这道火锅呢 不只是这样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是因为刘国师 曾在昆仑仙境 服用过玄珍给他的仙药 仙药不是对 先生的身体有帮助吗 仙药能改变骨骼 增加体内的真缘 原本是一件好事 不过现在刘国师 体内的真缘堵塞了 反而成了一件坏事 坏事 据我推算 刘国师体内的真缘 应该已经到了临界点 这道火锅 将是一个隐性 会引动刘国师体内的真缘 致使他经脉暴力而亡 难道 国师子之活不久了 故意吃这道火锅 一心求死 不可能 先生一向勇往直前 无畏恒腻 他不可能有轻生的念头 我相信 先生中间一定有什么理由 也许国师是要用这个险招来自救 树贞 这对他体内的问题会有帮助吗 刘国师的身体状况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过我不认为这道火锅 能够解开国师体内的困境 以我看 只会加速他的死亡 黄表嫂 你看 我该为刘国师准备这道口部的火锅 这 四皇子 我相信先生 哎哟 可是万一如黄表嫂说的 刘国师她是想要冒险自救 万一没有成功 刘国师不是会加速死亡 不如这样吧 秦灵 你除了准备火锅之外 再准备好酒跟好菜 我们大家一起去 如果先生他真的要刑险自救 那我们就一起阻止他 就这么决定 我们大家一起去 好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 我去通知阿里 让他也一起去 不行 先生已经交代 不能带阿里去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刘国师的想法跟做法 就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这就是天下第一的怪味火锅 料理完成了 好 先生 四皇子在这里 以礼而言 第一个下筷的应该是四皇子 好 这里面的东西一碗都不能吃 只有我才能吃 先生 好 你不可以这样 有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商量 一起想办法解决 就是啊 就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我也可以回去求师父 是啊 刘国师 虽然以前在东宇国 你总是跟我抢夫婿 可是我还是不希望 你这个英军的狐狸精会这么早死 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火锅汤对我身体的危险性 先生 这么大的事情 你要隐瞒我们多久 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我是怕你们知道了 会为我担心 不管是好是坏 你都该告诉我 如双约一跟先生一起承担 是不是因为阿里 说过 刘国师只要离开这个山洞 大明就会灭亡 所以 你就想到这招 引国师出洞 以导致大明灭亡 四皇子 你故意设计陷害大明 我饶不了你 四皇子 别误会 请听闻声解释 事实摆在眼前 你还想讲边 我买到无理 我买到无理 人的爱 中到黑粉 看你去 明慧是 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火锅汤 对我身体的危险性 先生 这么大的事情 要隐瞒我们多久 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我是怕你们知道了 会为我担心 不管是好是坏 你都该告诉我 如双都愿意跟先生一起承担 国师 这么重要的事 你真的不应该瞒着我们 尤其是如双姑娘 四皇子 我今天会点这道火锅汤 我就是打算要告诉你们 刘姑师点这道还热相克的火锅 是不是打算 用这道火锅的特性来自救 没错 可是国师 竖贞说过 你吃这道火锅汤 非但不能解开你阻塞的真缘 反而还可能会 经脉爆裂而亡 先生 难道真的已经到了 你必须要醒醒自救的地步吗 谢谢你们的关心 不过我阳寿未尽 我还死不了 树贞说得没错 这道火锅汤 的确会造成经脉爆裂而亡 不过除了这火锅的特性之外 只要再加上两样东西 就会变成我的救命仙丹 刘姑师 是哪两样东西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方法呢 这本是宋朝审相 赖布医所留下来的青巫序 是我在山洞里发现的 里面有记载着这种方法 难怪 原来小奔腾不是真的发狂 而是有心把先生带来这个山洞里 是的 那么是哪两种东西呢 照秦无序的记载 要恢复我的武功跟法术 必须同时将寒热阴阳灌入我的体内 寒热就是这道汤的药材 阳则是四皇子身上的容器 那么 鹰呢 鹰是什么 等一下 马上就会有人送上门来 现在请大家慢慢用膳 静待结果 就这样 艾莉啊 这两个啊 不管穿成什么呀 牛牵到北京啊 还是牛 娘 我也觉得啊 这两个饭头啊 做不出什么大事的 我们放心吧 大哥 这两个没天分的啊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我看啊 你想耍什么诡计啊 也是没用的 对不起 因为我实在不想再看你做坏事了 药丹了 药丹了 置心定神 魂飞魄散 是 舅舅 他们两个 现在怎么了 这两个人 现在已经被我师法控制住 他们已经成了无魂王粮 不但行事冷酷无情 功力倍增 而且 凡事都会听命于我 哦 糟了 我怎么没想到 大哥竟然会来这一招呢 急着来 刘伯文果然在这里 只要他一时兴起 踏出山洞一步 到地了 我的技术就成功了 道成 刘伯文 叫我 啊 顾相爷 你也来了 你跟你的朋友在跳舞啊 快点进来吃啊 两宝贝 你太不够朋友了 竟然见怎么就 相爷 你有几两种 我可是清清楚楚啊 何况 这两个人 对你来说根本是小菜一碟 不需要出手 而且话又说回来 我现在功力尽失 我想救也救不了了 少爷 你这条计谋啊太笨了 快点进来吧 把你的两个朋友 顺便带进来吧 那给我进来 那要不为 为什么胡英遇到你 就为一朝末展呢 谢谢 下宫 那是因为你一回来故乡 你要关心的事情啊太多了 自然做起事情来就会爱手爱脚了 胡英遇到你 你故意安排这两个人在山洞外头攻击你 还叫国师去救你 你究竟是什么用的啊 这我 是不是因为阿里 说过国师只要离开这个山洞 大明就会灭亡 所以你就想到这一招 引国师出洞 以导致大明灭亡 四皇子 你故意设计陷害大明 扰不了你 四皇子 你你你你误会了 请听为臣解释 事实摆在眼前 你还想狡辩 四皇子 你如果要杀 就一箭杀了相爷 否则相爷这两嘴 黑的都能说成白的 你如果听他解释啊 就又下不了手了 别不问 你还在这儿加油添错呢 四皇子 请听为臣解释 相爷 如果今天你我立场交换 你会仗义相救吗 只要你敢说 你会仗义相救 我就请四皇子 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我一定会仗义相救 四皇子 我就说相爷他这个人的脸皮 厚到连你这把剑都刺不进去 我想四皇子 还是给他一个机会 解释清楚好了 你今天 最好把这件事解释清楚 否则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四皇子 为臣真的没有恶意 我是听阿里说 刘伯温只要踏出山洞 大明将会灭亡 我是觉得不服 这什么道理 刘伯温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大明江山是诸式的江山 皇上还在黄军寺前修 太子坐镇应天 四皇子亲自管理南窝里州 哪轮得到他 刘伯温来深信大明新王呢 这这话说出来 对大明近日是大不敬的 原来相爷来这里 灾我一个大不敬的罪名了 本来就是这样 我在洞口故意安排野内出戏 这是为了缠绰你的谎言 万一我说的是真的呢 千万聊过事 大明江山跟胡温的生死比起来 孰清孰重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跟大明江山相比 我胡温用个人的生死 根本是为不足道 所以若是真有此事 不管胡温有多危急 你绝会踏出洞外一步 有理 如果你敢踏出洞外一步 就表示这件事是假的 我又可以问你这条大不敬之罪 四皇子 为臣对大明 真的是忠心耿耿 天日可表 请四皇子量产 四皇子 为臣刚才就说过了 不能让相爷解释 一听他解释就下不了手了 而且还会让他表现出 忠君爱国之心 幸好为臣没有听他的话出动 否则 反被他自爱了一条大不敬之罪 梁国师 我说的句句属实 你可别以显然之心 躲君子之父王 那么相爷 现在请你判断看看 我说的是真还是假 杀无赦 主人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打死任务 这是属于我们南无礼国的老国王的 也就是 在南无礼国灭亡时 创造无因果的日子 创造无因果的日子 人的爱 主人 金珍 是 创造无因果的日子 那么相爷 现在请你判断看来 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谁知道你这么奸诈 被你射破了 现在究竟是真是假 只能为你自解了 相爷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只知道这是清乌序上面的记载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是不出动了好 哎呀 两国师 有句话我实在是不应该讲 可是不说也不行 你装模作样 哼 我如果不装模作样 我要怎么把相爷引来这里 相爷 其实我等你很久了 我现在急需一个极阴之人 了不呗 也话就明说 干嘛拐弯冒角的 说我是阴险之人 相爷 你误会了 我不是说你阴险 相爷阴险不阴险 天知地知 不愿我多说 我所说的极阴之人不是相爷 而是你带来的这两个人 他们这两个 他们两个关你什么事 这两个人已经被相爷 变成无魂亡粮之人 此乃至阴之术 毕竟把他们两个人变成了 极阴之人了 原来这一切却在梁国师的算计之中 多谢相爷成全 好了 你要这极阴之人做什么 恢复功力 恢复功力 没错 相爷 等一下就明白了 四皇子 势必已迟 寒热兼军的火锅汤 为臣您吃下去了 现在就请四皇子和相爷 帮助围臣恢复功力 嗯 等等 你要我怎么帮你 我要请相爷 把四皇子身上的龙器引出来 然后 把这极阴之气 同时灌进我的体内 一来 可以让这两个人回魂 二来 我集群这股极阴之气 请 你准备好了 七星连线 凤云批变 影龙献青 智星解 阴气出 阴气出 天地不离 阴阳湘西 两个人 不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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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怎么样 啊 现在我觉得精神百倍 全身似乎 有用不完的精力 郭氏 恭喜你 你的武功终于恢复了 四王子 谢谢你 第二部位 银火长兵器 天水盾 相爷 你在干什么 四王子 别怪相爷 相爷是为我释招而已 哈哈 莱国师 恭喜你 你的法术跟武功完全恢复了 多谢相爷相助 不要谢我 要歇的人 应该是他们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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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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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人传来讯息 无忠生有 去 杀无赦 主人 主人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达成任务的 小语 你认得这块铜牌 主人 孙儿给您磕头了 小语 你能肯定 这副白骨就是南无礼国的老国王 这块铜牌是我们南无礼国世代相传的国王标记 别人不可能会有 原本是戏在腰间 还有可能是因为身上化成白骨的时候才会落在地上呢 想不到 先王竟然会这样死 你这副白骨的姿势看位置看来 应该是跟石门有关系 只是不知道 是石门要开还是要关的时候 遭到不幸了 国师 国师 不管是在石门要开还是要关的时候 这个人的死一定跟这个石门有关 而且我想 这道石门内必定有重大的秘密 我想 石门上 本应该是一道秘锁 只要将它打开 我们就能知道答案 恐怖的事情 是什么事啊 外公一世也说不清楚吧 不过 我们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 外公 你的意思是 你要逃运 外公也不运也 可是为了大局着想 只是势在必行 你要知道 逃离鬼运是困难重重 爱 将到黑分 看你去 念我 是有万一 你 不够 我 你 知道 你 不管是在石门要开还是要关的时候 这个人的死一定跟这个石门有关 而且我想这一道石门内必定有重大的秘密 我看石门上那应该是一道密索 只要将它打开我们就能知道答案 真的要开吗 有人死在这里好恐怖哦 石门若是不开将永远无解 对 我有责任解开先案王的死因 所以这道门必须打开 该怎么看 相爷 你看 你看 这个墙上凹进去的图形跟你这个长得很像 相爷 慢着 有什么问题 您不想过 也许老国王 就是要用这块铜牌开锁的时候才会遭遇不幸 先生说的有道理 这铜牌有可能不是信在老国王的腰上 而是放在手上 你们是说这块铜牌跟这道密索是一个陷阱 那该怎么办呢 难道要把老国王叫醒握个清楚啊 清理俊爷 你错了 线索除了白骨之外 还有那块铜牌啊 哦 这块铜牌 我想起来了 南无礼国民间流传着一首名谣 二金三银 四铜注 五方六寸 七公主 八零九妹 十副主 有很多秘密的关键 都隐匿于民间的割咬之中 尤其是像这种表面看来 完全没有意义的割咬 问题是 要如何找出答案 将不可能的字去掉 再把留下来的字 仔细地研究看看 二金三银 是为了带出四铜注 删掉 八零九妹 我从来没听过 删掉 五方六寸 七公主 十副主 五方六寸 七公主已经死了 三银 十副主 十副主 完全没有意义 一山银 现在就剩下五方六寸 五方六寸 五方是五个方向 现在这道秘索是唯一可以辨认的中心点 如果 这就是五方中的中心点 这是石壁 石壁无法分东西南北 只有上下左右 六寸是距离 试试看 好 大家帮个忙 嗯 想以密锁为中心点 大家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距离六寸之处 出力 试试看 来 一 二 三 有力 怎么会这样 等一下 相爷 你也不注意到 歌谣中是从二开始 少了一 二金三亿四同中 少了一 少了一 两寸少一寸 五寸 嗯 我们两五寸试试看好不好 来 贼子 一 二 三 有力 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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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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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这个山洞里 竟然有这么大的宫殿呢 哎 哎 这个大宫怎么这么漂亮 一定很值钱呢 哈哈哈 下颖 你在想什么 谋达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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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谋达天宫 你知道谋达天宫 我曾看古书中提过 但是我不知道谋达天宫 长什么模样 我也只是在南无理国的古书上 看过他的图形 看过他的图形 本来以为天宫只是个传说 想不到 世上真的有这种东西 下颖 下颖 这谋达天宫 有什么作用 谋达天宫的作用 就是发射绝灵箭 那支 就是绝灵箭 绝灵箭 下颖 绝灵箭 是用来干什么的 绝灵箭 过名思义 就是用来灭绝一切生灵 绝灵箭 一经过谋达天宫射出 无论多远的距离 都射得到 它的威力惊人 伤害范围难以估计 在范围内 一切生灵全都灭绝 怎么这么恐怖啊 既然如此 不能将它留在世上 四王子 万万不可 国师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四王子 这绝灵箭 已经搭上谋达天宫 而且已经满闲 一个不小心 绝灵箭就会射出去 国师 还好你阻止我 否则 我可能会注下大错 就算四王子不动手 我怕绝灵箭 还是会射出去 来 你们大家看 不好 这上头的刻度 每走一格 这月牙斧 就会上升一格 然后 就会割断绳索 绝灵箭 就会射出去 会射出去 国师 它是射向哪里 东 西 南 北 你 找着方位看来 是映天 映天 我终于明白 为何秦巫序上面会指示 要绝不能离开山洞 原来就是要我发觉这个危机 天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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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想起 过去里对我 让我心没变 今天 又又记面 想我唱海影 家里 帅 可爱 而 全 了解 我对不起 你若是心裡有苦情請你講出嘴 塵填一定暗藏讓我收不開 我知道我會頂笑 我會頂笑啦 因為我懷戀咪咪咪情 我永遠愛在 我買冬無禮 我永遠愛在 江湖上的海裡 我永遠愛你 我永遠愛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